要說對不起當然是香港政府 你不需要的就是要求示威者說對不起 他對不住誰 走出來那班示威者那班行動者 其實他們是弱勢社群來的 他們是受害者來的 你明白一件事 你不可以用一個 好像聖人一般的道德框架 你去到行動的時候 你要用你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能力 去認清哪一個是主事人 哪一個是壞人 整個的問題變成這麼嚴峻 或者變成可能那個民怨這麼大的壓力 其實關鍵就是香港政府一直以來 就是用一種拖治權 又或者是視而不見的態度 去對待那個水火學一千多行 帶來那個社區問題 那你說我們以前不是什麼都 不是說你無尼拉姦走出來 到處罵人家 你猜傻了嗎 當然不是這樣 以前是試過很多東西的 站在那裡墨站又說 試過派傳單試過遊行試過 到了真的坐在那裡又試過 不行了人家就入商場了 我都是住在屯門的 我就不是說真的覺得說 那些水火學會影響我們屯門那裡這麼厲害 但是現在你這幫這樣的示威的人 在那裡搞呢 就好像還反感 令到我們覺得 會不會是你們搞亂屯門 他們知道我們是70% 你們再下來去搞事 是140或者200多 去雙倍上去 是你們反感 你有什麼授權呢 你有沒有去民意調查一下 當區有沒有人支持你 多少%支持你 搞事呢 你不可以要求示威者 是用一個政府官員 你有一個責任 但是他們沒有公權力的 其實每一個人出來的時候 他們會面對自己承擔那個法律的責任 所以譬如他們打人 踢人家 是被警察抓了 他要面對這個風險的 所以到處都會被警察抓到 他們的責任 就可以跟他們卻抓到